我来讲一下怎么把这个画出来的 看到这张画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构图和比例 构图你可以看到这个纸好像有点长 不过没关系差不多 看看他这个都到哪了 差一点没关系 我画的好像比较比他的稍微满一点 可以看出来他的就是这个在这儿 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我一开始比了一下 就是这个罐子的罐子的比例 罐子的就是罐子跟这个花的比例 我这样比了一下 就这个罐子这么长 然后这个花这么长 但是我这个花好像最后画短了 因为我当时比的是这个跟这个是一样长的 其实还是这个还是稍微长了一点点 你看我这个画的时候这两个一样长了 所以我那个我这个地方画短了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就一开始画的时候 你比一下那个比例 就是说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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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罐子 然后跟这个花大概应该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个比例的 我那个我那个罐子花的 后来我好像把罐子 花子又移了一点 差不多这个花又有点高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这个花 这个花从这个罐子的哪个地方出去的 就是在在稍微偏又一点点 我觉得 然后就是三三个 就是这样 这是这是第一步 先大概的一个 一个那个关系 然后第二步就是画这个罐子 我罐子画的比它好像胖了一点点 然后罐子的大概的这个形状 你要把它画的symmetrical 这两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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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比较symmetrical and 然后把这个罐子 这个罐子就是 这是一个面 转下来一个面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那 就是 就这样子 先把这个摆清楚 摆清楚了以后 现在我就开始画这个花 我这个花 我这个花你看明天有点短了 画了花的时候 不要去看那个 不要去看里面坑坑巴巴的东西 画了花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的 这是一个形状 这是一个形状 这三个形状 就画这三个形状 你看我这是 这是一个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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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把那三个形状 嗯 画出来 就 就行了 不用不用画那么 不用不用从那个 从detail开始画 这是一定要这个习惯要养成 然后画完那个画的 这都是你看 都是大的形 这是一个形状 这是一个形状 这这他的这三个形状 然后这个就也是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大的形状 然后画这些 支支叉叉叉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时候 不是看 不是看他这些 这些东西其实 看来看去很难摆清楚 嗯 主要是我觉得 这要看什么 要看 就是 先看这个大的 这个 和这里面的 这两个形状 这两个形状 画对了以后 就是他三个 这三个之间的 关系就是对的 明白我意思吧 就是这三个东西的关系 就是哪个 就是哪个 在哪个地方哪个 哪个 哪个跟哪个有多近 我这个你看 我这个画的好像 有一点点远了 大概是 这样子 看这三个东西的关系 就是靠这里面这个 空间的东西来看出来的 画这个 画这个杆的时候 你不但要看这个杆 最主要是还看这种 negative的space 看这些space 看这些space 这些space 这个space 和这个space 和这个space 你才能把它 画的对 要不然你光看这个 你不知道往哪 哪里去放 你可以把这个画的perfect 但是不是在 right的位置上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无所谓了 这东西长哪都行 对吧 但是为什么 要要求你们 这样画呢 因为在教你们一个 观察方 观察是 东西的方法 因为你现在画 草啊 花啊可以这样画 你到时候画人的时候 你就不能查 你查一点点就很奇怪 或者就不像他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 培养一个观察方法 教会你们一个观察东西的方法 所以不是说 非要把它画的跟照片一样 但是你在学基础 你是在学基础 所以这就是基础 那你学会了基础 你想更上一层楼 把它画成抽象的都没关系 但是抽象的我现在没有办法教你 抽象的是你自己想怎么发挥怎么发挥 所以我只是教你一些 画画的方法 Basic的方法 看东西的方法 技巧 OK 把那些东西都摆好了 然后你再把它放大 看看里面的小的东西 可以再画那个 对吧 把那东西都摆好位置了 然后这里面的小的你就可以扣了 这个是个这个过程 然后呢 就开始shade了 shade的时候呢 反正这个东西是最黑的在画里面 这个也是很重的 然后shade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暗面亮面 暗面暗面亮面 把这个都shade出来 这些小东西应该 你们没有很大的问题 嗯 这个就是又加重了 然后注意 它圆的东西 暗面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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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当然这是一个扁的东西 这是一个扁的东西 所以它没有那么多 暗面暗面 然后这个就把它画黑 嗯 这个就注意 这就是一个面 两个面 然后进去 然后这边shade也是 一个面 两个面 进去一个面 嗯 这个画好了 这个是 我又加 加背景 加背景以后 马上就觉得这些东西不够重 所以我又重新 把它加重了一遍 但是不是说把每个地方都画 给你们说最后画画的时候 就是touch up的时候 我要把该重的地方画重 不该重的地方 不要画重 来回的调整 这个地方我就 画重了以后 我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白了 就是等于是黑白灰 就是三个面 黑白灰 黑白灰 嗯 我当时这个黑没有画重的时候 那个灰面 灰面不是很不太有的 可以给你看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没有那个 highlight 那个shape 因为我的 黑亮面 黑中的地方不够重 灰面画的不够重 后来我把重的地方画重了 灰面画重了以后 这个highlight的形状出来 嗯 后面这个 嗯 画不画无所谓 我怕你们把这个蹭脏了 其实我都觉得我的都 都被我都有地方都蹭脏 嗯 这个是这块是我拿橡皮擦出来 那已经脏兮兮了 刚好这一块亮 我拿橡皮把它擦了一下 OK 这个 全部的又 画细了一点 把该重的地方画重 该亮的亮 最后画龙点睛就是 嗯 提亮加重 最主要是加重 嗯 嗯